幼儿园的时候我特别记得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一个小女生 我儿子老跟那小女生在一起玩 小女生的妈妈是我的粉丝 老给他女儿也看 那是几岁的小孩懂什么呀 我儿子那时候就老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就说 长大我们结婚吧 那个小女生说我不 我要嫁给你爸爸 我儿子特生气 陈坤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存在 作为一名演员 陈坤多次因颜值上了热搜 金粉世家中多情又痴情的金燕熙 龙门飞甲 礼服女们花吃场宫等 这些角色使她的演技被誉为细腻深刻自然 之后她在事业上如鱼得水 各种电视剧 电影片约不断 更是在后来成功跨入了老戏骨行列 陈坤走红后 身上谜团不少 所以让观众们一颗心为陈坤的演技倾倒 又为她的私生活神秘感感到好奇 陈坤自出道以来从未结过婚 也没有公开恋情 因此当媒体爆出陈坤 有一个几岁的儿子时 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当时 陈坤承认孩子是他的 并表示不想掩盖 但他也呼吁大家不要过多关注他的儿子 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然而 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孩子本人 转移到了他的亲生母亲身上 成为众多猜测的焦点 长相帅气的陈坤 曾与许多女性有过绯闻 其中被认为和陈坤 是最金牌搭档的辩识周迅 坤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特别的不说话的 对 他是一种 真的 现在是搞坏了怎么回事 现在 现在绝对有 有些时候是个话牢 我觉得 我跟他多少年了 反正也快将近20年了 20年了 就我看他这一路一路 慢慢地 就是打开 慢慢地越来越好 他属于你男闺蜜型 闺蜜对 是吗 无话不谈的 对 陈坤和周迅合作了多部影视作品 演绎了不同的角色和情感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他们也是彼此最亲密的朋友 无论风雨沧桑 都相互支持 相互陪伴 他们的神仙友谊已经持续了22年 每年都会为对方庆生 展现出深厚的情意 而这也引起许多网友的大胆猜测 认为周迅可能是陈坤儿子的亲生母亲 陈坤在早期宣布有儿子时 曾表达过无论孩子的母亲是谁 他都会给予其充分的亲情 他认为自己一个人陪伴在儿子身边已经足够 不需要其他名义上的母爱 而周迅作为陈坤的好友 面对外界的各种猜测 他没有急于澄清 个性直言不惑的他在自己的婚礼上 对着身为小花童的陈尊又大方承认 陈坤的儿子同样也是我的儿子 这种大胆而坦诚的举动 让许多人不禁对周迅刮目相看 女的 你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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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和 黄老师 刘若英 还有另外一个 伊能静 角色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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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黄老师演的 林辉英 这也是对外回应了自己并非孩子生母 而关于陈坤儿子的生母猜想 至今都没有彻底相失 只要陈坤有公开露面的时候 这件事都要被人拿出来说一说 其中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孩子的生母是陈坤的保姆 但这个说法是外界最不认可的 很多人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 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 目的是想要破坏陈坤的形象 无论外界如何猜测 陈坤始终选择保持沉默 将自己的私生活视为隐私 他坚信 自己的事情应该由自己决定是否公之于众 毕竟他认为 他是一个演员 应该以自己的作品和事业来被人们记住 而不是因为私人生活的曝光而成为焦点 陈坤的坚守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在娱乐圈这个八卦满天飞的地方 他选择了不受外界舆论的左右 保护了家庭的隐私 这也让人们对他的品格和原则深感敬佩